女婿赚了大钱 立马还给老丈人一百万 外加半年利息 可老丈人却并不高兴 夫妻俩正开心地研究金鱼的三角关系 见路大可进门赶紧上前行礼 并奉上从包头带回的上好的狐狸皮袍 但路大可却连看都不看 就让他放到一边 乔治庸愣在那半天没转过弯来 陆玉涵赶紧把老爹拉到一边转移伤害 这才知道原来他正为乔治庸修改电规的事生气 乔治庸想要解释 但路大可根本不听 因为乔家给伙计分股份的事 已经传遍了齐太平三线 眼看乔治庸被训得抬不起头来 陆玉涵见缝插针 又拉着老爹试衣服 等再一回头 路大可果然忘了刚才的话茬 在路大可看来 东家就是东家 伙计就是伙计 东家出钱 伙计干活 天惊地义 可让乔治庸这么一改 全乱掏了 眼看解释不清 乔治庸一着急 声音高了八度 不料刚说了一句 就被陆玉涵一脚踹在地上 路大可也懒得跟他掰扯 直接给出指导方案 让乔治庸回家请客 原价水价秋价一个不能少 乔治庸真是醉了 请客没问题 电规也可以改 可他就是不明白 伙计怎么了 伙计就不是人了 伙计就不配有身骨 孔老夫子都说过 生财的大盗 应该是很多人 齐行协力的一块干 则才能生也 财足了 大伙才能吃饱饭 才能更好地为更多的人生财 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路大可听得一愣一愣的 臭小子 欺负老子没上学是吧 老子还就不跟你讲理了 你多念了几天书 就为了训你老丈人 我告诉你 只要你不改你那个新年贵 我也抵制你 不给你做生意 路大可说完 连开口的机会都不给 就把夫妻俩扫地出门 夫妻俩气得够呛 可路大可一转头却看着身上的皮袍 开心的飞起 赶紧出去跟我嚷嚷 就说我路大可为了新年贵 把贵女女婿全护出去了 从此不让他们登门 而且不跟乔家做生意 你呀 咱们卷也卷不好 快去 侯管家表示苗董 闹了半天 这小老头演了一出大戏 就为了给外人看 可新贵的事还没过去 朝廷的海房娟又来了 这个人怕是有钱没出花了 朝廷搞了个海房娟 别的商家都联合起来抗捐 他却还嫌朝廷要的少 曹掌柜担心 上次因为电规的事 已经惹得不少商号 不跟咱玩了 这次还是不出头的好 可乔治庸并不觉得 捐款有什么不对 自古以来 世人就说生意人唯利是图 只认银子 不认国家 我就气不过 我们生意人不全是这样 至少我乔治庸不是这样 乔治庸让曹掌柜谢绝达胜昌联合抗捐的邀请 可曹掌柜却认为眼下正是跟其他商家缓和关系的好机会 如果带头捐钱恐怕以后就更不好相处了 乔治庸已经打定主意 即使他们永远不跟乔家做项羽 他也一定要捐 而且他知道 一旦他捐了 其他商家面子上过不去 也一定会跟他捐的一样多 好家伙 有钱就是任性 曹掌柜心说 有这钱发工资不好吗 这样的话 咱们就超过起权数二十倍了 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 有气魄 既然要捐 就不如捐大的 曹掌柜无可奈何 转头就去拿银子 但乔治庸还没说完 去的时候 叫上长顺 带上人锣鼓家鼓顺 跟你一块去 咱们吹吹打打 光明正大的把银子送到衙门里头去 这不是故意给人家好看吗 有了乔治庸带头 其他商家顶不住压力 纷纷认捐 就连小商号也都捐了五十两 但陆大可却有些肉疼 我就是不捐 臭女婿 带的什么头 她有银子 那她替我捐 这这这 捐吧 头疼 不捐吧 就会得罪朝廷 陆大可想了想 伸出五根手指 五百 五十两 那县太爷那边 哎呀不要 我就这么多 哎呀 我得睡会儿去了 哎呀 疼死我了 海房娟很快就收齐了 县太爷敲锣打鼓 亲自登门向乔治庸致谢 但他的目的可没那么简单 县太爷亲临乔家 说是带来了一件天大的好消息 近日朝廷体恋下情 恩准像你这样有志于为国效力 却没有机会得到机会的人呢 可以给朝廷输送银子 以住军用 皇上会按照你送银子的多少去办理 让吏部发文 受你一个二评以下的官职 县太爷卖力的推销 又是光宗耀族 又是蒙兽恩宠 可乔治庸却并没有表现出 哪怕一丝的高兴 反而有些不敢相信 大人的意思就是 现在朝廷下了纸 像我这样的平民百姓 只要愿意花银子 都能买到一个二评以下的官职 县太爷瞅他一眼 事是这么个事 可从泥嘴里说出来 咋就这么难听呢 一旁的师爷见场面有些尴尬 赶紧提点乔治庸 说这是朝廷派下来的差事 是有绩效考核的 这官要是卖不掉 银子收不上来 这太爷也不好交代 话说到这儿 乔治庸不得不相信 这是不是就是 史书上说的那个 卖官欲绝吧 师爷的脸色有些难看 但县太爷却明白 客户就是上帝的道理 又耐着性子给他解释 这种事啊 在官场上并不稀罕 就说水家园家陶家吧 以前都腾摆过关 而且官职还不低呢 不说别的 就是将来磕在坟上 也好看不是 你在海房圈上 那么舍得花银子啊 在这上头 不会舍不得银子吧 乔治庸在乎的 当然不是银子 他从小就读圣贤书 深知官职乃是国之重器 只能通过正途得到 又不是卖猪肉 哪能说买就买 要是天下人 都能用银子买到官 那这个国家还能有什么指望 那天下万民 还能有什么指望 县太爷急了 直接问他 到底买不买 我想这个卖官欲绝的事 一定不是皇上的意思 术治庸 难以从命 乔治庸说完 就下了逐客令 县太爷气得 一句话都说不出 一拍桌子 走了 可师爷 却忍不住 扔下一句话 你真的以为 这不是皇上的意思吗 等人走后 乔治庸终于憋不住了 一把将茶碗 摔了个粉碎 他始终不愿相信 皇上能干出 这种不要脸的事 就是你们这帮贪官污吏 这帮狗官 为了中饱四囊 就想出这种折来 搜刮明治明高 别说我没有银子 我就是有银子 我也不会去买 你们这些个破官 我要去买官 那我成什么了我 恶心 乔治庸骂完 就出门散心去了 却没想到 在大街上 逃了个大宝贝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然后 不然